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现场 我们继续来探讨我们青年住宅 是不是能够真正达到那个效果 来帮助我们的年轻人 留在我们自己的家乡来服务 留在我们自己家乡照顾长辈 留在我们自己家乡照顾我们的子女 我想很多很多的相关条件 都必须要去做规划 然后才能够才有办法 来让我们的年轻人去 有这样的原因 那刚才我前两个我们大概谈了很多 青年住宅的部分 也提到了社会福利 也提到就业的问题 那我想请教两位议员 张议员 青年住宅跟我们的就业 有息息相关 但是这个就业有息息相关之外 我们的社会福利怎么样来帮助他 我想这应该是很 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其他您的看法 我们一般我们在这个 等于社会的这个 应该属于的social responsibility 就是我们社会的补助这部分 我们南楼县政府 其实有很多地方他可以 在跟你说进一步的来加强的部分 包括我们现在目前很多 长到2点你都重视到长辈 可是很少人去重视到年轻人 为什么 他觉得年轻人可能是 还没有还没有看到这一块 那其实这个年轻这一块族群 是非常重要 占我们现在整个南楼县的30% 那我们这30%呢 我们要怎么样子帮助他们能够 参加立业将来发展变成我们整个南楼县的资助 这个我们南楼县政府一定要花很多时间 去帮助这些人 早期我们再从教育的方面来说的话 我们这因为毕业之后 这个高中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就入这个就业市场 那在高中大学时候你 你就要给他好的教育 那就配到我们的 包含我们的社会处这部分 怎么样子来帮助我们这些年轻人有好的教育 而不会去学坏 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时候 他们没有把这个 跟社会住宅连接在一起 这是很可惜的部分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在议会里跟业学在议会里 这常常在想说 这个长辈们我们都照顾到了 年轻这群群我们怎么都没看到 怎么样子来年轻群群 跟我们的社会住宅连接在一起 是不是能够把这些 就业的这些机会 我们是一定是年轻人照顾长辈嘛 对不对 长照2.0就看到很多人 对不对包括居家服照顾这些业者 照顾人员 他们都是年轻一辈 他希望这年轻人来去照顾这些长辈们 那年轻这一辈要怎么样子 能够把这些钱 能够留在他的自己里面 那是不是能够由社会处这个部分 或者是建设这部分跟 银行谈好 让他们能够 无忧无虑 就能够取得这个房子 让他们能够真的留在我们南德线 户籍能够聊天线 这又配套到什么东西呢 配套到他将来生育的补助 南投县的生育补助 大家都很清楚 比我们台中 彰化都还要少 台中这个地方包括 我们不用说台北 这个新北市 那30万 到最后 一到这个 一到五岁之后 到会30万 那我们南投是 几乎是没有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一些 补助的部分 能够拿到我们生育补助上来 来希望年轻人 住在这里之后 他不用烦恼 他以后生一个小孩 两个小孩 三个小孩 早去台湾人说 这个生越多越好 对不对 后来才是有两个恰恰好 对不对 这个都是一个过程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一个过程 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能两恰恰好 我们要生多一点 要不然人口数字下降了 这台湾的 这是 国安问题 国安问题 这是 很大的国安问题 我们希望把这些钱 跟这些人 这补助留在我们南投县 让我们南投县能够再 再创到53万口 甚至到60万人口 现在已经到了 49万人口 这个是 真的是不能看 所以我们是真的是很希望 我们社会处 跟我们建设处连接在一起 怎么样子把这些 包括以后 住了买了房子之后 生育的部分也要帮忙他 他在这 这个整个环境的部分 在创业的部分也能帮忙他 所以 这一连套包括我们贷款 生孩子 买房子 这个一连串都要把他想的 好好 让他们能够无缘无缘 或许我们这一个最好一个就是一个文宣 123 很清楚 说谁要需要这个东西 青年住宅 英文就是 Youth affordable property 然后电话号码是谁 这样子把他整个套的一个文章 一个DEM把它做好 让我们年轻人看到 一目了然 这样真的是觉得说我们现在有帮我们这30% 这只是南投县政府的这些居民在这里 是 张晏所提到的一个安居跟乐业 让年轻人有这样的 比如说 长辈我们政府的社会福利很好 让他午后顾之忧 能够 有我们常常2.0在照顾长辈 那他能够很 很稳定的在工作 也有很稳定的收入 那 整个在 子女部分 同样的 我们也有社会福利在照顾 那 我们的年轻人就能够存到钱 我们前面 年轻人如果存到钱以后 我想 对整个社会的安定 一定是 更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 社会福利的部分跟 我们这个青年住宅 真的是息息相关 包括他就业也一样 那就业能够有这个机会给他 那 我们政府也照顾他们 让我们年轻人能够真正安定下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从这个部分 从社会福利的观点来讲 从我们的 亲人住宅观点来看 我们请教一下那一人 整个全面性 您觉得怎么样 好我想这个 年轻朋友 不愿意生小孩 当然有很多因素 那就业的部分 我要举一个例子 像现在少子化老化 一直是我们社会 必须去面对客服的 问题 那也是这个 国安的一个问题 那很多政府地方 县市政府都 不断的在补助 我想补助也不是一个无底洞 也是有上限的 这只不过是一个消极的做法 我们给鱼吃不如给吊竿 那给吊竿叫他方法 还来得更好 我要举例的是 吴玉中学 最近的这一批 高中 刚投入我们的社会职场 就是我们的家庭长照科 就投入我们的长照系列的场域里面 毕业以后马上投入工作 我们社会给他这样子的一个 训练 技术养成以后 出了社会马上有工作 有舞台可以做 我想政府要扮演的是什么 提供给青年朋友有舞台 而不是说 方会了我们青年朋友这一块 当然我们少子化跟老化 我们都提出很重要的因素在克服 包括政策来推动 那青年朋友这个部分 我要谈的是教育 我想教育是一个循环链 假使在教育方面 我们能够培养更多的技职人员 未来能够有专业 有技能 有科技 那导入我们的市场化就更快了 重点是 我们人才有了 这个市场没有啊 有工端没有需求端 所以造成公司没有平衡 所以工序没有平衡 所以政府要去创造我们的舞台 让青年朋友来做就业 像南投县是一个 产业农业大县 那南投县又说是一个观光大县 那观光大县应该是说我们的 服务人员要很多 我们在 服务工作这一方面 我们的专业的导览人员要很多 我们的住房啊餐饮 这方面的技术人员要更多 那到底政府部门 有没有培持这么多的人 导入市场 我想这个是打问号啦 因为观光是一个口号 我觉得是比较空的东西 没办法看到实景跟 实体的一个大数据嘛 那假使说长照与长照 长照举例来说明 长照必须要很多的居服员 那现在我们的居服员 整个台湾73万的失能人口 必须要居服员23万 但是现在导入市场才2万多 所以 显然这个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 这样政府能够从教育面 来培植我们的人才 我相信亲人朋友 也愿意投入这个工作 来照顾自己的长辈啊 家里的长辈老人啊 所以 我还有讲到上个要素 我也想到上个要素 现在不是说 只有生孩子 还要买房子 还要养老子 这三样 是年轻朋友最大的一个 噩梦工负担 最头痛的问题 现在很多青年朋友 不是加油 一老如有一宝 是加油 一老大家都想要逃跑 为什么 不想照顾 因为负担很大 医药费 然后生活费 然后又剥夺 他就业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部分呢 政府应该去想一个办法 来去做客服 所以这个就业的部分 就跟我们的产业有关 像我们的农产业 转型精致化 也有可能 我们的长造产业是不是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才投入 包括我们的这个教育环境是不是有所改善 那在少子化这一端 政府部门是提了很多的这个 生育补助 但是我没有看到说 托育跟养育 有没有很务实的一个政策在延续 我想 很多青年朋友生是很简单 重点是后端的 养育跟教育才是困难 包括托育 你看看现在台中有很多托育中心 为什么 常常出现这个打小孩的 大家有一个月花了一两万块 就到那边生活品质不好 大家更不敢生 所以这个整个教育环境的不好 会影响到青年朋友的生小孩 所以少子化老化已经脱口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加上青年朋友 没有就业的市场 我敢保证 不要说是安家 立业都很困难了 所以青年宅的推出 我还是觉得说要从辅导青年朋友就业 有乐业了以后 再来去买房子 才能够有安定的工作收入 然后投入工作 安心的来教育我们的小孩子 来照顾我们的长辈 才能够形成一个 三代同堂和乐共融的一个社会荣景 我想这个荣景是大家共同期盼 但是我觉得观念很难去翻转 尤其是难投 大家都要买一天 大家也要买公寓 在台中大家是买公寓 这个观念到现在没有翻转 很多青年朋友说 买公寓都感到一站而已 感到没有安全感 没有归属感 假使在南投 观念能够改变 我觉得 这个 青年宅的推出应该很快 很迅速就会销售一空 那我还在举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做法 就是说 我们的青年宅推出以后 到底是要 我刚有听是 很认真听 是要瘦 也有要租的 有要怎么样的 然后我希望是青年宅 政府规划 我们只租不受 这可以帮助很多青年朋友 我们将这些租金 好好的统一管理 生活品质提升 然后呢 将这些租金 再来寄住其他的一个社会福利的改善 政府部门能够用一点心思 花一点财力精力在里面 我相信青年朋友 得到妥事的照顾 他愿意在自己的家乡留下来 真的真的 是 我想 Layan提了很多的问题 都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事实上 家庭经济好 可能 就是有些 家庭经济不好 但是 老子可能经济比较好 那个真的是 家有一保 家有一老 如意保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照顾 我想就像 不在义人讲的 他都照料料 不知道什么人的照顾 这东西是我们 现实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青年住宅里面 它包括 我们怎么样能够创造就业机会 让青年返乡之后 除了有青年住宅之外 他的就业机会 从哪里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 就业机会 我们以农利线 我们有没有办法从农业的角度 去思考 让我们的青龙 真正能够 回流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那 如果 除了我们工商刚刚开发的 几个一个一个 我们的 开发区 能够 来吸引之外 我们是不是 这方面 从青龙部分 能够帮助他们 请教一下 我们 陆三亿 谢谢秘书长 我们目前现在南投县的做法的话 我们就说 有关于说传统产业方面的职业训练部分 其实我们一年大概也办理了三十几场次 那主要的话是针对说南投县的产业特色 那我们比如说是观光 民宿 农业 或者说 农产品的升级加工等等方面去做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透过说这样的 让他们产业能够升级之后 提高到他们 包含农产 或者民宿业者 他们这方面的升级 然后提高说年轻人愿意回流的这些就业机会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我们如果搭配到这一点 那还有另外最近县长 吉利在推动的 包含说目前现在我们第一步是在 南投市还有在竹山 我们已经有了 公共托育家园的规划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未来的话 能够让说他们年轻人住进青年住宅之后 让孩子能够享受很低廉的 这一些儿少家园的 照顾方案 那这样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那我其次的话 我想再提到一个就是说 我们有美国1970年的案例 跟新加坡的案例 我们可以发现 美国在1970年在芝加哥那边曾经爆破了 一整区的社会住宅 就是因为由于说他的青年住宅 他整个在规划管理上面 造成说很多可能变成一些 比如类似黑人 或者一些人家犯罪的温床等等 那最后变成他们 芝加哥政府在没有办法解决之下 只好整个 整区给他做一个爆破 然后做一个重新的规划 那可是相对我相信如果大家从一些新闻报导 或者有去新加坡观光过的 大家可以看到 新加坡的话 他们有关于青年住宅 或者所谓的社会住宅这方面的规划是相当不错的 在新加坡他们有钱人 他们自己出去买房子 然后他们如果觉得他们买房子有困难的 他们会先选择公寓类型的 社会住宅住进去 当他们存够了钱以后 他们会再自己出去买房子 所以相对我们可以从新加坡跟美国的案例发现 其实 但是这点就称如刚才李处长所讲的 管理的机制非常重要 那我们现在 县府已经有发现这个问题 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像这样的管理的 上头的观点 避免像美国 芝加哥所发生这种案例 而尽量把这边打造成一个 类似能够 接近于新加坡的一个做法 让我们的本来的青年住宅 能够发挥它更好的功效 是 所以其实有很多案例 我们可以去做参考 所以 我想 未来 我们的青年住宅 怎么样去做到最好 让我们青年住宅 发挥到最极大化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刚才我们那一年提到的部分 就说 像 提到的说子租 不售 把这些 资金能够作为管理 那处长您的看法呢 我想 刚才有 报告过就是 南投县 目前的 并不像六都那样有那么 庞大的经费预算 那县政府曾经评估过 完全子租不售的话 收到了租金 能不能贪提到以后为了新建成本的利息负担 跟管理成本的长期性的 维管的费用 我想宪政会纳入考量 那目前在 还有一个就是 在整个中国人传统观点 有土司有才 那如果子租不售的话 他变成所有权 毕竟不是他的 他可能会再去重新思考 所以在目前宪政文规划的话 会先以整个 社会载或青年载的 的财务考量的 成本考量下 应该会考虑到一种就是 如果你真理有困难的 属于社会载没有 中低收入户的部分 我想会 子租不售 我想这个是应该是县长 可以同意的政策方向 但至于短期内 然后为了 为了以后更远大的 发的着想 然后想存点钱的话 出租的方式 也是一个宪政会 纳入的考量之一 既你一回反向回来 希望说 能马上去 买到处合你的需要的房子的时候 出售 也是我们考量的选项之一 既 创造更大利润的标售 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 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所以出售 标售 出租或子租不售 这里面创造其实是不同 阶层的人 他以后会造成的混居 我想在美国那个案例的 普通的那个案例的话 其实是 他其实是把 某一些中低收入 或是类似像族群里面的东西 标签化 标志化 没有混居 所以让有些部分的话 他认为那是属于中低收入户的部分 犯罪的温传 可是我们希望铸造以后 铸造里面的 是混居的 那各种不同形态的 然后用最高 品质的公共设施 来满足他的话 我想可以避免那种被标签化 然后或是说那个属于 犯罪温传 或是属于不好的 标签的情形 把降到最低 是 谢谢 我想 其实我们大家 谈了那么多的问题 总不外乎是希望说我们整个 青年住宅能够做得更好 非常感谢社会贵宾 最后也要请社会贵宾做一个简短结论 张晏 简短结论 我们县政府 我希望是说能够青年住宅 有达到他青年住宅的 效果 而不是说 低收住宅 这低收住宅跟青年住宅跟 这 长辈住宅是三个不同的住宅方向 一个是Low Income Property 一个是Youth Affordable Property 一个是Senior Housing 这三个不同的 Housing我们一定要 很清楚的 看我们的市场区隔在哪里 假设我们是针对 住在我们青年住宅这部分 我们希望是真的让我们年轻人 能够达到他能够购买 这个青年住宅的部分 让他能够永续的 让他的家庭 让他小朋友能继续在这发展 谢谢 感谢张一言 赖一言 简短结论 我想我们今天谈的是青年住宅 所以在面对少子化老化的一个社会问题 中央政府一直到地方政府必须提出一套 适合青年朋友居住能够住得起的一个方案 公共的一个方案 让青年朋友能够安定下来 投入他的工作教育他的子女 让我们的一个看到青年能够看到希望 是 谢谢 感谢赖一言 参与也简短结论 谢谢主任 南州县本身我们在居住的时候 大家可能看到是说一些经济发展等等弱势 但是其实我们这边有更好的优势是 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环境 然后我们可能在十一住行上 相对于都匪地区有着较少的开销 如果年轻人们能够做一个妥善的规划的话 相信可以在我们这边找到一个适合居住 适合照顾长辈 然后也适合自己工作发展的一个新天地 是 谢谢我们参与 处长 简短结论 那个我想在林先生带领一下 南投会逐渐有关公首都 迈向 草团南投竹山埔里的四大产业的产业新都 那产业新都待在进来之后 我们希望所有青年以后可以先热业后安居 那也因为产业新都进来之后 传产可以有高价值化 高经济化 或创新化 所以原来所居住在那边的所有的原来居民 你可以先安居后来永续的乐业 是 谢谢处长 非常感谢四位贵宾提了很多看法 不外乎是希望我们年轻人能够 回流到我们自己的家乡 能够回到自己家乡来创造我们自己的事业 那现在因为议长何胜峰 跟所有的议员都非常非常关心这个区块 总希望我们人口不要再外流 总希望我们的就业机会更多 让我们南投县的 这个发展能够更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希望我们县政府 也给他们力量 让他们更多的更充裕的力量 来为我们南投县的乡亲服务 您说好吗 谢谢您 感谢您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